这铁丝 就从外面我不知道是谁给的权利 一旦出现了问题 无法解决 九九你们了十六楼 十六楼我们现在已经很缺盈 我们小孩也不行了快 看到了没有 这是我们的生命拿我们的生命开玩笑的吗在这 有话不让说 这个冰单弄的啥 我说点实话你他妈提示 原本是不想讲关于新疆的东西 因为新疆在中国国内也算是蛮敏感的一个地方 新疆大火 新疆的官方包括中国的官方说 没有 那里是低风险 老百姓可以自己下楼 门没有被焊死 门是可以打开的 遇到这种大火是他们不自救 他们自己自找的等死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不是 我接收到了很多新疆老百姓 不光是我 中国的平台上都发酵了 老百姓的门是被焊死的 完完全全的用铁丝把他们焊死在小区里面 焊死在他们的楼层里面 他们出不来 他们最后的求生都是 他们不是说救火火之类 他们是说开门开门开门 但是你通过新疆这件大火就知道 官方的态度是说 没有 没有 救救你们了 十六楼 十六楼 我们现在已经很缺氧 我们现在太阳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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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有沒有強迫勞動官方的答覆是說沒有 No 所以我們自己心裡有個評判就好了 到底有沒有 我不敢說 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了 我也不敢說 那新疆的這場大火的政府是第一時間 對沒有錯推卸責任 就像我剛說的政府第一時間說新疆那邊是低風險 那個區域 老百姓可以自行下樓 所以這種狀況就很離譜 老實說新疆所有人都知道包括中國很多 如果真的有去了解新疆的狀況都知道 整個新疆可以說幾乎都是高風險地區 不存在低風險 你如果說今天因為一場大火 立馬你就把他定性為低風險去那也太太太扯了 所以說你這種推卸責任的手法非常的低級 因為他可能找不到一種推卸的方法 只好說門沒有焊死 門都是開的 是他們自己不下樓 他們自己要找死 但是你覺得這種推卸的手段是不是已經到了一種很低級的手段 因為 可能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去推卸這個責任了 甚至呢 我看到那個 當場的那個影片 有 灑水車 他開不進去 他只能在其他的樓層以外的地方 往上噴射 噴到那個地方就噴不到著火的地方了 其實 差一點點的路 他們為什麼進不去 因為防疫的這個政策 車子開不進去 整個小區都是用鐵皮把它封死的 沒有路 再加上 你就算開進去了 整個小區的兩旁全是 私家汽車 因為那些汽車的那些主人都被 封鎖在家裡面 加上有些人被拉去方艙隔離的 你都找不到那些車的主人 就算找到了這車 據說已經完全啟動不了了 因為已經那些 都 那些車已經停了幾個月了 通不上呀 他什麼都沒有意識到 他沒有 通不上呢 消防通道也是完全是毒死的 值得一提的是 消防通道在任何一個國家 你哪怕是因為一些防疫的需要 消防通道是必須要留存的 包括每個國家都有消防法 這個法律是非常的 這個法律往往去置於 很多法律之上的 因為這是一個 生存的通道 你不可能 因為某些法律或者 某些的事情 而把消防法 消防通道給毒死 這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中國 其實呢 消防法裡面 也是有的 但是呢 他卻不執行 他卻把這個防疫法 執行為第一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很多地方 在防疫政策的當下 消防法 消防通道 都是幾乎為零的 你可以看到很多地方 那個防疫是第一 消防通道幾乎都被封死了 他們也考慮到過 因為很多地方 也發生了這種 大火的事情 但是他們沒有想到 這個 他們不關心這些 他們關心的是 新冠病毒 有沒有殺死人 我們把這個新冠 控制的多好 我們牛逼 至於說你們跳樓 或者是你們 大火什麼事 那跟疫情無關 我也不關心 你有沒有死人 後面 緊接的政府又開始抓人 在微博上開始公告 說新疆 有些網民 在網路上發布謠言 我們現在已經把他逮捕了 其實這個 很好理解的 因為過去這種 類似的事情太多了 發生一些敏感的事件 第一時間抓人 抓人之後 第一時間去公告 這個就叫 殺雞警猴 看看還有誰 你還敢評論 你還敢發布嗎 對不對 我官方都沒有發布 你就來發布 你是什麼意思 所以把這些人抓起來 給其他人看 看看還有誰敢發布 從這棟樓 想爬到另外一個單元 下去單元門 消防門都是 拿那個鐵絲繞著的 說疫情管控不讓過 沒有人給開門 消防員在小區門口噴的水 抖音機 別提示了 提示你 有話不讓說 弄這個冰袋弄的啥 說點實話你 提示 逼到啥時候呢呀 從事要補充的一點是 對於這樣的一個突發的事件 政府第一時間想到的是撇清責任 就像我剛剛說的 開新聞發布會 說明 側面的說明 政府是沒有責任的 我之前的抖音是已經幾乎都被封掉了 我現在有個抖音 正好是 日常中 我會去 看一些中國國內發生的一些事情 我有時候也會評論一下 那這一次我只是評論了一下 支持新疆人民又被封號了 我也不想說什麼 另外一個 官方撇清這個責任 包括轉移焦點的這個 動作呢 也是非常的一個很高明的手法 把吳亦凡給搬出來 把娛樂新聞去 轉移這個焦點跟視線 那我們知道吳亦凡 上一次出現在中國的大眾事業當中是 唐山發生了打人事件 那個時間段 吳亦凡空降熱搜 在中國的各大互聯網上 變成熱搜成為熱門的搜索的 一個 新聞 事件 那這一次 新疆發生這樣的一個狀況之後 吳亦凡又被拉出來了 本來是新疆那些熱搜慢慢出現 但是慢慢的被壓下去 反而變成吳亦凡的各種事件 吳亦凡的所有的新聞的 被判了多少年呢 在同一天 全部被拉出來 所以我覺得吳亦凡也是為黨犧牲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 不能說減刑 共產黨應該給他頒發一個榮譽的一個 為黨爭光 為黨效力的一個稱號 就在今天呢 很多的新疆的這些影片 全部在互聯網上被刪除了 在下午的時候有一個 中國的一個新聞信息的一個法律出台了 標題是 新聞信息跟帖評論 先審後發 新規定 12月15日起 施行 什麼意思 就是在任何的 新聞信息 等等的 帖子 或者新聞下面 如果你要評論 也就是留言 你要 先審核 再發佈 這個審核 就是說各個平台 像是微博 知乎 微信 等等平台 當你發佈出去了 別人是看不到的 平台會收到這個 評論 留言 他會去 先行的 審核 審核通過了 才能展示 這個也是因為 跟今天這個新疆的這個事情 一定是有關係的 上午這個事情鬧得沸沸揚揚 下午 中國的 就發佈了這樣的一個規則 蠻妙的 同時這個區長啊 就出來 就 進行了一個 闢謠 並且說 這些不存在 鐵絲捆綁的 這些問題 都是假的 並且這是 惡意拼切的照片 把它製作成一個新聞 並且放到了 微博上 也成為了 微博熱搜 這樣呢 就會混淆 讓那些 沒有親身遭遇的 新疆以外的中國的 網民的 視聽 混淆他們的視聽 讓他們以為說 原來這些都是假的 原來這些都是 惡意拼切的 但是 新疆的民眾 立馬就反擊了 說 我們 就是被 鐵絲捆綁的 我們的門 就是被焊死的 我們是被焊死在裡面 而不是我們 不逃生 你覺得這可能嗎 發生火災 我們不逃生 我們不下樓 那不是扯淡嗎 所以說這個時候 又激怒了新疆 老百姓的怒火 因為 我們都 往生了 這麼多人 你跟我說 是我們不下樓 並且告訴 新疆以外的 民眾 說 沒有鐵絲捆綁的問題 所以這一下又激怒了 新疆的老百姓 所以新疆的老百姓 就跳出來說 我們就是被焊死在裡面的 不是我們不自救 不是我們不下樓 我們下不了樓 我們開不了門 看到了沒有 我們的安全通道 就是鐵絲就死了 鎖的呢 拿鐵絲 綁的呢 看到了沒有 這是我們的生命 拿我們的生命開玩笑的嗎 在這 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5號 發生了這些問題以後 我檢查消防通道門 打不開 鐵絲 就從外面 我不知道是誰給的權利 誰下發的文件 所有的消防第一趟通道後門 我站在酒店有70多號人 一旦出現了問題 無法解決 同時的新疆也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 同時有網友說這下完蛋了 鄭州的武警開始輸向新疆 某地開始局域網了 意思就是說新疆開始局域網 什麼叫局域網 本身中國大陸就是個局域網 我們知道中國大陸的網路 你要去看國外的東西 看不到的 翻牆那是個例外 那也是違法的 所以說 大陸本身就是個局域網 我們只能自己看自己 現在新疆 也局域網 什麼意思 就是新疆的人 只能在新疆裡面傳 看 瀏覽 他們自己發的一些貼文 新疆以外的 全中國其他地方 是看不到新疆的帖子的 新疆也 看不到其他地方的帖子 這個就叫局域網的概念 他說發的內容 其他省份看不見 甚至更嚴重的會 開始斷網斷電 就說局域網 就算了 甚至說 開始斷網斷電 斷網就更不一樣了 你網絡都不能用了 局域網都不能用了 你就完全沒有網路了 朋友在中國的網路上 他沒有辦法發表言論 新疆的民眾 他只能說 很反諷的 這一看是反諷的 並不是感謝政府 他說感謝政府 打擊暴徒 打擊憤青 像專家李毅說的那樣 不就是死了一些人嗎 反正怪他們自己 同時有網友表示 市政府已經 被人民包圍了 暖心的是 軍警 武裝力量 已經強行入場 隨時準備好 打擊境內憤青 和暴徒 支持公安 支持領導 支持黨 相信黨 跟著黨 能打勝仗 打人民 打江山 所以說之前講的那個也沒有錯 之前我們看到中國的一些 中宣部的一些宣傳的圖片 說中國共產黨是 帶領著我們 中國老百姓 打江山的 什麼是江山呢 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 打江山 打的就是人民 所以說這個也不是假話 果然呢 就很快就實行了 所以說我希望這個新疆事件也快點落幕 但是也不知道他的一個走向 就是 中國共產黨帶領民